今次每次來一首歌 都會聽到Mr. Stranger這句歌詞 你每次聽到Mr. Stranger 通常我都會做這個手勢 Hey Mr. Stranger 這個手勢就是模仿吸血鬼爪牙的動作 我依然都會選Larger 今次其實很開心 因為今次有整個吸血鬼的主題 MV的情節 甚至是這首歌想表達的意思 全部都是自己想出來的 所以今次的參與程度 比起Megahit更加高 這件事是要為自己少許鼓掌 如果Megahit是一首你在派對會聽的歌 Mr. Stranger就會在公路開車的歌 即是一首含含聲的歌 即是你聽過前奏 你已經感覺到 好像有一堆吸血鬼衝過來 節奏是十分明快的 所以相信在Megahit之後 大家會聽到一些完全不同的東西 我今次的唱法其實都是 偏向是比較低沉 和比較沙啞的 因為今次其實監製Erik 他特意要求要訓練到 我可以做到一個比較recipe 沙啞的一點點 有一點點憤怒 好像有一個人衝著去你 想跟你宣洩一個訊息的感覺 所以有一種憤怒 怪獸的感覺 今次在臨開咪前準備的時間 比以往多很多 因為今次作為2022年第一首歌 都想給一個驚喜 有一次開工的時候 踏斜 突然間有一隻吸血鬼的印象 進入了我的腦 之後我就想 咦 其實不錯 吸血鬼自己 在日光月白的時候 都會很害怕 別人會發現了 真正的身份 他不知道大家 如果別人知道自己 吸血鬼的時候 大家會有甚麼反應 會害怕 還是會接受不到 這次Mr.Stranger的英文rap的部分 都是自己的填詞 都是因應著這首歌的歌詞 叫中文歌詞 是做互相呼應 所以這次的英文rap的部分 都會跟一些披露自己 你們夠不夠膽去見到真實自己 You don't know a lot about me 其實我還有很多東西 你都未必知道 如果我揭露這些給你看的時候 你還會不會那麼喜歡我呢 Eagle是說一個網絡欺凌之下的現象 今次到Mr.Stranger 我覺得好像隔了一年 隔了一年再出一首 比較黑暗的跳唱歌 我想展示給大家看我的成長 所以其實譬如 Anson Lo的人的成長 你成長之下 你都會有新的不同的困難 可能上一年 前一年的困難 就是比較多是網上的聲音 我都覺得自己 好像 overcome 了一個不同的難關 但這次的難關 反而就是跟自己內心掙扎 可能很多時候 可能我找不到大家的期望 可能我很怕我做了一些 形象上的作品 大家不喜歡 但可能這些顧慮 有機會其實不存在 有機會是自己的腦 自己想出來的東西 是自己創造給自己的困難 所以都會很想把這個困難 放在一首歌上 很真實地告訴大家 我現在不是很怕 展示我化妝給別人看 第一兩年 我會很怕 我鬆眼不可以上鏡 到現在這一刻 拍到一些照片 有一點鬆筋 都… 沒甚麼所謂 不要緊 因為這個就是我 那時是未回復的 純粹是一個新的嘗試 好,讓你們看看吧 但真是… 真是… 真是… 近來這一兩個月的事 真是… 覺得不需要太照顧 這些外在的人 因為… 其實… 一來大家都知道 二來就是… 不太重要 其實不需要這麼… 完美無瑕 其實… 但我也是一個人 近日收到我媽媽的獎座 終於放在手上 想回其實第一日出Solo作品的時候 那種緊張 那時有很多不同的擔心 覺得自己好像也沒甚麼能力 和未必有那麼多的機會 可以去試更多不同的東西 那… 現在想回就會覺得 很想跟那時的自己說 辛苦了 你都怕了那麼久 但是… 想跟自己說放膽一點 只要你夠喜歡那件事的時候 其實久而久之 觀眾慢慢都會感覺到 只不過要時間 給一點點耐性就可以了 演戲這條路 其實幫助了我Anson Lo 這個人的成長很多 因為… 譬如大叔的愛 我飾演的寧小木 之後中間拍… 《假愛女團》 甚至我上個月完成了一部 比較懸疑的鬼片 經歷片 試了很多不同的角色性格 每個角色都有不同的價值觀 和世界觀給我們思考 譬如阿牧是一個比較大愛 很caring的人 永遠放在別人第一自己第二 但去到… 我上個月拍的電影 其實… 張子杰這個角色性格 是一個… 他放不下很多事情都很執著 放不下 藏在自己身上的人 我經歷了一個… 甚麼都… 甚麼都關心人的人 又經歷了一個… 藏在自己內心世界的人 那… 原來我就知道… 這兩個性格的好處和壞處和尾 我自己就… 跳出來做Anson Lo的時候 就懂得判斷了 就知道… 原來我這樣太內向是有不好的 原來我永遠不理自己 只是理人的 那就有原來不好的 所以其實演戲是很幫助自己的性格 怎樣去成長 怎樣去… break through 就是怎樣按一按按 原來我自己可以這樣去想事 去這樣做事 那就… 會有不同 是… 我會選擇阿Jer 因為阿Jer比較多位置去咬 阿Jer唱歌真的很好聽 所以… 他一直長生不老 之後他就… 可以唱一輩子的歌給我聽 還可以聽唱Live 我多開心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